有了 这里面果然放了一柄件 我得赶快把它带回周城县 县宁的宝剑 这里 小子 没人能躲过我的血液双飞里人 来 让我瞧瞧你能逃到什么时候 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我非得回去通知大师兄他们不可 你现在去也已经迟了 说不定薛家庄已经被烧成了一片白地 你正好赶着回去帮忙收尸 沈大哥 前面的好像是小轩子 我们赶快过去看看 三师姐 申少侠 你们来得真是时候 小轩子 你身上的伤势还好吧 三师姐不用担心 我身上的伤不碍事 竟敢密谋偷袭我们空同派 你们是何方要闲 没想到会半路杀出几个搅乱者 小妹子 老娘叫做于武 大辽国金杖侍卫侍业 想让我的飞帘在你脸上留下几刀疤痕吗 姚妹 对方看来并非一语之辈 不宜在此和他们应聘 你一小子还挺有头脑 你背后戴的可是剑吗 我呢 太实际了 那么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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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那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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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坏 滤雷如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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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偿这家伙的话果然不能信 承让 多谢姐姐手下留情 在下申子俊 申小子 我记住你的名字了 他们使用的是顺反神符 能让全然不会咒术的人瞬间腾移 申大哥猜得没错 这批人的确大有来头 小萱子 你的伤势还好吧 不过手臂上一点小伤 不碍事的 我和三师姐你们一起回去 那我们快走吧 希望还来得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萱子 看来大师兄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不过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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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就依三师姐的意思 既然如此,现在夜色也深了 我们先一起送李师弟到客栈里休息 其他的,等明天一早再说吧 下市 这是现金大人的传家宝剑吧 老夫仔细瞧瞧 嗯,就是这宝剑,没错 太好了,你们真的把他给找回来 老夫这就去前面在徐铁匠释放的令状 等压力的手续办完后,老夫会亲自送他回家 在这之前,就麻烦你们先替老夫跑一趟徐家的铁区 让徐铁匠之母徐伯获,不用再为此担心 最后的事就有劳贾师爷您了 我们这就去向徐伯伯传达这个好消息 等压力的手续办完之后 老夫就会亲自送徐铁匠回家 徐伯伯,假设也要我们向你报了个好消息 天宁的保险已经找回来 徐兄的罪名也被撤销 跟压力的手续办好后 那就会送徐兄回家 这是真的吗? 上海长垂帘 这事实上过来还是天道公理的 虽然你刚才严重未提 小妹这件事一定是你出力促成的 山少侠伯伯伯没猜错吧 虽然挺巧 只是正好与在下有些关系 因此略竟民谱之力帮助徐兄 请婆婆不许在意 哦不会是封柱吧 诶真的是封柱耶 这个应该是新的 对事情的以前是没有的 我这里 我这里还有些策略营杀 你就先拿去试试吧 多谢婆婆 那我就老实的不客气收下了 希望这封组织法能派上用场 将来诺有什么我们的效劳的 还谨慎小侠你开口 千万不要客气 有些婆婆我会记住的 你看吧就没有修剪吧 没有修剪的行程 神少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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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你帮忙救 你干嘛 就跟你说 我会帮你修吧 我就觉得 神少侠的包子 神少侠的药 你能够遇到几千万里 你们这也是 不过,三师妹,看来你又对手了,要记得多加把劲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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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从没去过的地方有似曾相识的奇妙感觉,或许就是上辈子留下的印象。 上辈子的记忆,蓝姐姐的意思是,我以前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吗? 放开你的脏手,不然我要大叫了。 叫也没用,谁叫你大哥不还钱呢? 现在本金加上栏子已经滚到了20罐,我们找不到你大哥,只好拿你来还债。 你叫也没用。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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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小子,你想在娘儿面前逞能吗? 瞧你不是本地面孔。 我劝你还是别来蹚这浑水。 咱们无济智库,可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光天化日之下,罪名弱女子微疲恐吓。 我们路见这种不平事,当然不会放着不管。 至于惹不惹得起,待会自然分枪。 哼,一想找死的话,我们就成全你。 打会上,让她知道自己有多少金粮。 。 好 啊 你能如令? 才不会输给你们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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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没想到你们还真有一手,哎,哎,咱们走着瞧着。 好吧 姑娘,受驚了吧 真的沒事,你受驚了吼 是白姑娘和燕姑娘 刚才眼见公叔姑娘伸出险境 在下只好擅自出手管事 虽然打退了那批人 但此事只怕不会就此结束 你与那批人之间的事非纠葛 还是设法化解为夷 于此,在下愿助一臂之力 不知公叔姑娘以为如何 盛少侠如此好意 真让小女子受宠若惊 只是,这件事说来话长 不妨先到设下凤茶 再听我慢慢道来如何 那我们就登门打扰了 请公叔姑娘带路 好的,三位请跟我来 没想到公叔姑娘 是巧向公叔班的后人 吊臣居书库里的机关图点中 多次提到鲁班的大名 今日得见名将之后 在下实感荣幸 唉,这祖宗传下的记忆未必有用 如今机关术 只能给王公贵族当稀奇的玩物 我的兄长名叫公叔彻 他立志要发扬祖传的机关术 但他为了这个理想穷忙了七八年 也没折腾出什么东西 反而还弄得家徒四壁 洪流下后面一堆不值钱的材料积聚 原来如此 那真是辛苦公叔姑娘了 虽然这些日子家里经常米刚见底 我靠着四处帮忧 日子也还勉强过得去 但大哥居然瞒着我去向无忌钱庄借钱 他还还了两次 立上家里成了一大笔钱 然后他前阵子说要出门探勘 一去就是半个月 钱庄到处找不到他 以为他打算欠债潜逃 结果今天钱庄打手找上我 说不还钱就要骂我为奴 我才知道他竟然搞出这么一个烂摊子 这个臭老哥真是气死我了 这么说来 也不能全怪钱庄的人瞒不讲理 但只要这笔欠债不解决 他们早晚还会再找上门来 不如去找对方商量看看 有没有其他的解决之道 如果深大哥愿意代替我出面的话 想必比我这样的弱女子更能让他们谈条件 你要去找他们的话 关押楼门左手边的无忌解库便是 喂喂喂我都还没答应呢 你直接告诉我的地点是怎样 关押楼门左手边的无忌解库 我记下了 为防前庄打手再次生事 公叔姑娘暂时先别外出 希望我们能尽快带好消息回来 多谢深大哥 那么一切就麻烦你了 金掌柜就是他们 上次我们去找公叔家的娘们讨债时 就是这批人从旁阻碍 还打伤了兄弟们 没想到他们居然自己找上门来了 年轻人看来你们并不是来借贷的 在徐州人人都知道 在无忌解库生事有什么下场 老夫劝你们好自为之 掌柜的在下申子郡 并非有意前来生事 只是关于公叔家欠下的债务一事 希望能找这解括的主人一谈 无名小卒 你要知道吴大爷在徐州是何等人物 竟然胆敢开口要他为了这种小事见你 小子们 把这些来找麻烦的给老夫轰出去 大伙上 把上次的账给讨回来 把上次的账给讨回来 一堆没用的东西给我起来再打 老街 什么事弄得这么吵啊 小的该死 让这种事惊动了老爷 这批人说是要找老爷您谈公叔家的债务 小的想打发他们走 没想到 你这句话跟刚才你们的新闻完全是两回事哦 公叔车确实是在半年前先后向我借了15冠 原本约好三个月后还 之后又让他延了两次 六个月的三分利加上延两次加的利钱 正好是20冠 你瞧 这是他的借据 我可没有占一文钱便宜啊 吴老板 15冠可不是笔小数目 你和公叔车非亲非故 看来也没拿什么底啊 为何不愿意借他这么一大笔钱 公叔车这小子 他虽然放荡不羁 却颇有骨气 他是因为半年前 妹妹公叔灵患了一种罕见的重病 急需昂贵的药材治病 不得已才向我接待 虽然吴某知道公叔家并无横产 但看在他疼惜妹妹的心意上 还是把钱借给了他 他说他会想办法还钱 我也从不怀疑 否则我也不会破例让他还了两次 要不是他这阵子突然没了踪影 四下都找不到他 我还真不想动用我们这一行的规矩 原来公叔兄借钱是为了一只妹妹 他这样的人应该不会为了躲债就一走了之 吴老板 他向你说过可能上哪去吗 嗯 记得上次他来请求推迟的时候 他说在附近的云龙山上发现了一处古墓 正在设法找出开启古墓机关的方法 他还说这古墓之前从没被人偷盗过 如果找到之前的古墓一定会马上拿来抵债 那时我还挺期待他能找到什么东西呢 云龙山 多谢吴老板 我们会去那里走一趟 在这之前 还请吴老板再让公叔家的欠款宽限几天 等我们找到公叔兄 必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申公子如此人心好意 让吴某十分佩服 既然如此 看在申公子的面子上 我会让公叔家的欠款再宽限一阵子 话说回来 若申公子当真想帮公叔家这个忙 吴某倒是有个提议 不知申公子是否愿意一听 吴老板请说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徐州人 从小最喜欢的就是各个英雄豪杰的事迹 而咱们这徐州就出过一个举世有名的英雄豪杰 吴老板说的莫非是西楚霸王项羽 正是 原来申公子也是身小历史之人 身小历史可不敢当 我也是听义父说的 过去他点评天下英雄 经常提起西楚霸王的事迹 感叹他虽仓为天下之主 最后却落得兵败自杀 是啊 吴某也因此自小深目西楚霸王的事迹 毕生所愿就是收藏一件 项羽在世之时的楚国遗物 但在这过去是楚都蓬城的徐州 却一件都找不到 申公子啊 吴某看得出你们并非寻常人物 若你们在这里找到任何古物 请务必拿来给我看过 只要是楚国遗物 公输家的欠款就一笔勾销 一言为定 只要在下找到任何值得一提的古物 必定会带来这里让吴老板鉴定 多谢盛公子 我这一生的心愿就靠你了 那云龙山就在徐州近郊 出城往南行五里就可抵达 希望公输车那小子 不要真的出了什么事就好啊 我们会设法找回公输兄的 胡老板 那么我们先告辞了 沈公子 请慢走 沈公子 请慢走 请让妾查看一下这面岩壁 蓝姐姐 你察觉到什么了吗 根据这里的地脉感应来看 我猜 这块巨石的后面 应该是空的 蓝姐姐 莫非这就是公输兄所说的古墓 若那位公输兄已经找出开启机关的方法 应该会在寻找机关枢纽时留下一些痕迹 蓝姐姐说的有道理 真是惊人 这深不见底的宽阔鸿沟 我的感觉与杨媚一样 好像看到对面有人有 该不会是眼花看错了 有人在那边吗 对面有个人 阁下 可是公输车吗 俺就是公输车 没错 你们怎么咋的名字 你咋的咋子 我咋的咋 我咋的咋的咋的咋 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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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 我把事情说来差不多就是这样 你这么问是在存心嘲笑俺吗 我要是过得去就不用在那边等了 哎 我选�bow谎 哎 唉 这阿 Zoo啊 有人来打酒 这安何辰这什么地方都没有 尤其alled不离开 公播兄误会了 在下 Recovery 绝无嘲笑之意 劊 这说来 哲习有些丢脸 依照龚叔叔的描述 得让石桥回复原状才行 从这古墓非比寻常的结构来看 它真正的用途 应该是把什么东西封藏在最深处 既然如此 我们设法深入这座古墓 找到像是机关枢纽的东西 就设法触动它 就是这样 公叔兄请宽心 我们会尽力而为的 能不能胜离此地 就全看你们了 希望你们一路顺利 这 这里看起来有些奇特 显然不是寻常住所 公子 这应该是一个九宫机关迷阵 听来要通过这里 可不是件意识 这附近 应该会留有与正确次序有关的线索 既然如此 就让我们闯闯看吧 这个机关 第一个字是这个 然后 第二个字是这一个 然后 第三个字是 这一个 这也是这一个 然后 然后 这一个 再来是 这一个 没错 然后 再来是 这一个 这一个 然后 再来是这一个 完成 就是这么简单 这是 之前 听师傅描述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 总不太相信这世上 真有这些让人无法想象的怪异生物 如今亲眼看到 我才知道师父 其实是轻描淡写了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巨大的怪兽 虽然光险昏暗 但他的身躯下 似乎有个人 公子 这凶兽 可能是古墓的守墓者 是 原来如此 是负责守墓的凶兽吗 他似乎是因为某个原因而变成这样 蓝姐姐说的是 是 从这里看来 这魔兽真是格外猙獰 神大哥 躺在地上的那人手上似乎握着一支长枪 那长枪网上深深插进魔兽的口中 或许就是他僵在原地不动的原因 又是地阵 大家小心 神大哥 那魔兽 那魔兽醒过来了 啊 可恶 后面的石门不知何时关上了 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 公子 这地震来得突然 也是没办法的事 就如蓝姐姐说的 我们全力一战就是 来吧 凶兽 不会轻易认输的 那这怎么练呢 解什么的 等四万关 直接放大绝啊 啊 别想他 看什么 眼睛 没有关什么 没有关什么 诶真的 招式上面总变蓝色 原本不是蓝色的 是该版的关心 呃更新的关心 呃更新的关心 他就是3D了 按法 蠻多的 是4D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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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4D了 那边有3D了 是4D了 是4D了 的 严谛 繁门 这是4D 好 是5D了 是4D了 3、4 好 不用補充攻擊 這是靜咒是不是? 來 是我這一劍 千辛難不負使命 沈大哥 蘭姐姐 我們 我們贏了 幸好是有驚無險 公子 或許我們該感謝躺在地上的那位仁兄 這麼說來 我們應該到他面前向他致意才是 這人 身穿戰甲 身材高大 看來 是被狼將無關 等等 這人雖然臉色清白有如失手 但眉間看來似乎還有一絲生氣 他應該還活著 蘭姐姐 你看來覺得如何 這人身上 卻還有一點點生計 所以 他是現在一息尚存 但隨時可能死去 啊 師父給過我們一人一枚 起死回生的本門護元鈴丹 據說藥效十分靈驗 或許能救得了他 姚妹 這應該是令氏尊留給你以防萬一用的 如此貴重的東西 你要用在一個陌生人身上嗎 師父說救人一定是好事 然後 也說不上是為了什麼 我就是覺得想救他 若現在有所猶豫 或許就不會有機會了 太好了 這鈴丹真的有效 啊 等等 你剛才只剩下一口氣 靠著本門的護元鈴丹才醒了過來 此刻元氣生育 你先好好休息 別急著亂動 你是誰 你頭上這朵珠花 哪裡來的 啊 好痛 放開我的手 你想做什麼 啊 是我的不是 我 剛才我太激動了 這位大叔 那不是昏睡 而是徘徊在生死之間 原來如此 啊 所以我差點兒就真的成了死人 啊 不用謝了 不過 這位大叔 你是怎麼回事 剛從鬼門關回來 就只顧著問人家的珠花是哪兒來的 這珠花是我娘留給我的 這回答你滿意嗎 多謝姑娘說明 唉 這位大叔 你還真是不聽人勸 你這才剛醒過來 就急著想站起來走路 要是突然一口氣喘不過來 豈不浪費了我的鈴丹 姑娘教訓得是 說來十分幸運 此刻我的腦袋 還合昏塵 一時想不起多少 真是兇險啊 真是兇險啊 多謝 這與我正是求之不得之事 在下姓何 您傷之 傷是妖士之傷的少子 何大叔 想不到你的名字 這麼有詩人情懷 我叫做白霜陽 是空同派弟子 這兩位是我的朋友 申子俊 申大哥 還有燕蘭青 蘭姐姐 小女子燕蘭青 是事於公子之策的隨從 在此見過何官人 在下申子俊 是個沒啥見識的山野少年 申兄弟客氣了 每個郎 香蕾都很喜歡喝酒 上官員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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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找到了 激光蘇牛就在這裡 哈大哥 看著咱們 可以離開這個房間 嗯 不過我還不知道 這激光會把我們帶 帶往哪裡 申兄弟 咱們或許還會遇上其他強敵 不過我去 陳略習冰石 知道如何在零敵詞 應用陣型策略來獲得優勢 我正好帶著堅守之策 和鐵位之策的兵法術 你就先拿去瞧瞧 學習如何決定 御敵詞實用的陣型策略 事先定好這些 在臨陣時 便可發揮相對的效果 對不起何大哥 你果然是熟悉兵法上陣的人 我對兵法也很有興趣 另外還請何大哥 多指甲 太好了 你們終於辦到了 我記得你們原本是三個人 這位臉色蒼白的人兄 是你們在底下找到的 我們在機關所在的深處 巧遇這位何大哥 不過 他精神不是很好 我們想先送他回去休息一下 待會兒還請幾位 一起到俺家裡坐坐 讓俺家裡坐坐 反略表現意 大哥 聖大哥 你們回來了 大哥 瞧你整個人瘦了一圈 讓我猜猜 該不是一世大義 被關在哪座古墨裡出不來了 還不快說來讓我聽聽 你還真是料神如神啊 不過俺又餓又渴 你先去準備酒水飯菜 好好招待一下身少家他們 咱們邊吃邊慢慢聊這次的經過 沒問題 我這就去辦 真令人驚訝 這座古墨裡竟然有兇獸 大師父 你只想著墓中珍寶之事啊 如此合一般的盜墨賊有什麼兩樣 真是讓聖大哥他們見笑了 妹子你這樣說也沒錯 說來慚愧 或許是當時為兇獸所傷之故 何某至今 依然想不起來當初前王的古墨的經過 想必是被別人劫足先登了 話雖如此 公叔兄能平安離開古墨回家 還有何大哥也從生死關頭被我們救了出來 我倒覺得這回可說得上是幸運之至呢 白姑娘說得好 大哥你也不想想 你的性命可是生大哥他們冒險救回來的 然而咱們家徒四壁 卻要怎麼答謝他們 真是個好問題 讓我想想啊 說什麼答謝之類的就太客套了啊 神少俠請說 只要是俺公叔叔能辦到的 必定全力以赴 我這裡有一件不尋常的物事 或許與機關有關 還請公叔兄過目一下 這點小事成什麼問題 公叔兄 就是這個黑色的鐵盒子 神少俠 俺不知道你從哪弄到這個 俺公叔徹十多年來 不知見過多少奇蹟巧現 像這樣的玩意兒 俺還是第一次看到 這麼說來 連公叔兄都無法打開它嗎 如此精巧的機關 不是請客之間就可破解 沒問題 我自然信得過公叔兄 若是要吃飯住店的話 月營客棧是個好地方 公叔兄 你還等什麼 趕快帶我們去啊 白姑娘別急 這個包在俺身上就是 那就有勞公叔兄了 好酒 真沒想到能在這裡喝到這樣的好酒 何大叔 你還沒想到我 雖然你回城裡之後 臉色就好多了 不過你之前一直躺在地下 才醒來沒多久就猛灌烈酒 這樣對身體真的不要緊嗎 酒與我就是最好的良藥 騙人 我才不信 師父說 酒雖是百藥之掌 但亂用則毀其身 總不成何大叔身上留的都是酒吧 說不定真是如此呢 其實妾分不出酒的好壞 只是陪著住信 藍姐姐說得是 深兄弟是性情中人 就該大口喝酒才痛快 何大叔 你大白天的找別人喝什麼酒 要是你把深大哥也變成像你這樣的酒徒 我 我就要你把吞下的丹藥吐出來還我 大叔你有所不知 本派門規雖不禁魂禁酒 但飲酒以宜情為主 必須適度灼亮 不得妨礙養身修道 像大叔你這樣 猛喝狂吞 我可是不敢奉陪的 不過 你怎麼會知道我師父年輕是好酒 大叔稱他為空同派首徒 應該是指十幾年前的時候 當年知道這件事的也不多 你是從哪裡聽來的 呃 這個嗎 對 我不 感谢观看 沈大哥那咱们先回承家大院一趟 事不宜迟 我们这就走吧 感谢观看